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兄弟們 我們今天呢 要繼續來玩我們的 心灰巨龍模組生存啊 為什麼這一頭牛可以跑出來啊 觀眾 他從哪裡走出來了 是我平常沒關門嗎 讓牛跑出來了是不是 欸 不是啊 我附近 我原本裡面是有好幾頭牛了 現在剩一隻 不行不行 我要用個小麥把他帶回去 好不好 玩遊戲記得隨手關門啊 不然的話他越走越遠 我的老鼠會很難擊奶啊 進來進來進來 對對對對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就關起來 然後小麥就可以把他丟掉了 好的 觀眾 我們上個集合就是蓋了這個小雞塔 然後 之後應該就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肉來餵食我們這些龍 然後我 其實我稍微看一下 我這頭龍已經飢餓值領了 結果他一點事情也沒有 各位知道嗎 完全 完全不知道這飢餓值是要來幹嘛的 那總之 既然他有飢餓值規定也不會怎麼樣 我們應該就先不要管他了吧 管他就是浪費我的食物而已 然後我們這一頭 第二頭龍有沒有 他已經變成 二階段了 好像是二十五天會長一階段 然後目前已經二階段了 好像三階段的時候就能夠飛了吧 他二階段的時候好像還是能夠 把他放在肩膀上是不是 欸 你可不可以給我放一下 他這不鳥尾 我不能點他欸 為什麼 那我們今天繼續來研究一下我們 冰與火之歌的東西好了 我想一下還有什麼東西是我們稍微可以去的 獲得一個腐敗的蛋 巡服一隻雞蛇獸 這是什麼東西 我們應該看一下雞蛇獸嗎 我還蠻好奇的 雞蛇獸 雞蛇獸會掉凋零骨 他們自然生成於熱帶草以外 還有一種方式可以遇見他們 機會生出腐敗的蛋 機會生出腐敗的蛋等一下 所以說我這些 小雞塔裡面其實有機會生腐敗的蛋是不是 可是我不知道 因為他會自動把那個蛋丟出去喔 我其實不確定裡面會不會有什麼雞蛇獸 會有嗎 裡面有什麼雞蛇獸嗎 我目前看是沒有啦 雞倒是還蠻多隻的 因為我在這裡掛了一段時間 目前應該是沒有啦 那我們就先不理他 我們繼續看雞蛇獸的頁面 當你扔出這些腐敗蛋時 會有非常小的機率可以生出 非常小的機率 這些孵出的小雞蛇獸會對你為家人喔 我的天阿 這感覺好難喔 然後等一下 雞蛇獸有個比較麻煩的東西 你看他的時候你會一直被凋零是不是 所以說我們如果要找雞蛇獸 我們會需要做個眼罩 來給我們自己帶喔 好總之 雞蛇獸 我今天想要掩掩看雞蛇獸欸 可是雞蛇獸的腐敗蛋感覺不好拿 不然還是我們直接去找阿 一般的雞蛇獸應該也會直接採腐敗蛋吧 也許啦 所以說我們今天做個眼罩 然後去找一下熱帶草原看看好了 雖然說我們目前不知道哪裡有熱帶草原阿 不過我記得有個東西可以看 來我們直接做一個眼罩出來喔 眼罩的話是怎樣帶阿 喔他會遮住我的視野欸 他會讓我失明 然後玩F1也沒用欸 這還蠻麻煩的喔 我的視野會變得很近喔 來然後觀眾 我們其實可以做個指南針 然後用四個木團 四個樹苗就可以做出生態域指南針喔 我其實不知道這有沒有用 不過我想要做一看 這個東西應該可以方便我們 找生態域才對阿 來生態域指南針 我們做出來了 接著這東西要怎麼用 喔他可以尋找是不是 那我們就是要找我想一下喔 熱帶草原的是 應該是這個應該是這個 有沒有降水練行屋然後是草地 這個東西就是熱帶草原阿 我們就開始搜尋 然後喔我們發現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前往這個地方 就可以找到雞蛇獸了吧 那我們的話就是騎鷹馬過去喔 有觀眾一直跟我說什麼 阿我養了鷹馬都不騎 這樣養鷹馬有什麼意義 好我們今天就來騎鷹馬吧 騎鷹馬 來來我們出去我們出去 而且鷹馬其實也飛得比較快阿 就比我們的人物快 阿不對我再往反方向走欸 我們往這個方向飛阿 這樣子飛一段距離之後應該就找到 其實還蠻遠的欸 畢竟直線兩千格真的還蠻遠的 不過沒關係我們就稍微飛一下 喔各位觀眾我們找到了就是這裡 然後我現在要想一下 我要怎麼往下阿 各位這我是不能按Shift了嗎 我按Shift的話我會摔下去 然後我按空白鍵會起飛 等一下我不知道鷹馬怎麼往下欸 按Shift 欸有沒有我按Shift我就直接摔下來了 這鷹馬不是很好用阿 搞什麼 我只會往上不會往下阿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到了蠻遠了 那接著就讓我們鷹馬稍微待命一下 我們就出發來找一下雞蛇獸吧 雞蛇獸長的是怎麼樣子阿 就是一隻像雞的野獸是不是 我們直接變成鏈蛇 從空中找好了 欸這個蠻遠太小了吧 而且這邊還沒有粗的樣子欸 沒有沒有沒有這個地方其實還蠻大的 可是我們沒看到任何雞蛇獸阿 雞蛇獸呢 然後這附近還有一頭龍是怎樣 好啦看到龍我們殺一下好了 反正我們現在夠猛 三階的龍對我來講是完全沒有威脅的 而且我們還可以飛對不對 太強了我們 去死 喔果然還是沒屍體 那我就不鳥他了 等下是我搞錯生成的區域了嗎 這附近沒有雞蛇獸阿 還是我要等到晚上 喔我看到了 雞蛇獸 這隻就是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要先戴一下眼罩阿 欸好黑喔等一下 我戴上眼罩之後全部都看不到 雞蛇獸 喔我把他砍死了 不是阿 就這樣嗎 欸還有一隻還有一隻 等一下聽聽聽聽聽 喔 他什麼東西 我看是噁心了欸 好扯喔 好噁心的怪喔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再看一下雞蛇獸的頁面好了 我們必須要再跟他 對他更了解一點 欸等一下野生的雞蛇獸也可以巡撫欸 我們可以一直看著他 然後他可以對 他就慢慢對我們產生信任 我要一直看著他 我要怎麼一直看著他 一直看著他 欸可是我這樣很頭暈欸 喔我的天阿 想辦法我們要馴服一隻雞蛇獸這麼困難 我在看你 我在看你喔 我在看你好不好 我在看你 我在看你 我就是在看你就對了 我要讓你對我產生信任 啊我的視角好暈喔 我的天阿 欸這是到底誰設計的阿 要馴服這個東西這麼困難喔 欸等一下今天是萬聖節欸觀眾 怪物會帶南瓜頭喔 好不管 我還沒馴服 我今天就是要馴服這隻雞蛇獸好不好 我就要馴服你 你就納命來吧 喔 狗狗王成功了欸 我讓他跑出三次愛心之後 喔我的天阿好暈喔 他應該是我的了吧 他不會打我他不會打我 他是我的了 他會跟著我了 哇 太難了吧 我的天阿 那你要怎麼跟著我 你會飛嗎 喔他會順你 他會順你 喔天阿我不想再馴服一隻喔 即使說超痛苦 欸我前面有看到怪怪的怪 這什麼東西 殭屍 殭屍 殭屍要怎麼翅膀阿 這是官方的東西是不是 他會升天欸 我的天阿 等一下我已經搞不清楚這是原版的東西還是 還是模組的東西了 這應該是原版的吧 就是萬聖節的東西 我其實不確定喔 總之我不理他啦 只是我不知道雞蛇說他會不會下蛋欸 他感覺就有點像雞阿 他好像是不能繁止的是不是 可是他會幫我打過來欸 欸那個等下苦力怕 欸我的雞蛇說要被打死啦 你不會被蜘蛛打死吧 別鬧喔 其實雞蛇算蠻可愛的 可是他會很像疊狗一樣亂跑 喔他會吃腐肉欸 萊恩娜既然他不能繁止的話 欸跟我走啊 我真的很怕他死掉欸 我要怎麼樣才能讓他跟著我回家 你不要 不要去打人好不好 我們先把這隻雞蛇帶回家好了 然後有瘟疫老鼠等一下 這很危險 絕對不能被瘟疫老鼠打到 不要碰了雞蛇獸的這垃圾 走開 好的觀眾我目前呢 是用鐵鏈把我們的雞蛇獸給拴著 然後飛到一半我就發現了這個東西欸 這是什麼東西 人魚喔 沒有應該是賽人了 他是美人魚然後會唱歌是不是 好可怕喔 他好像變臉是不是 我目前是沒有耳塞座 所以說我可能要先回去是不是 稍微記一下座標我們就先走啦 我們今天的主要任務就是 把我們的這個雞蛇獸給帶回家看看 其實這個鐵鏈還蠻好用的欸 就是他不會斷掉 他是一個不會斷掉的東西 可是我真的很怕我回去之後 不想把他摔死 所以我可能到時候要讓他降落在水上喔 這是一個艱難的任務阿 OK觀眾我們回來了喔 然後我稍微去查了一下按鍵列表 按X可以往下的 OKOKOK 那我們平安把我們的雞蛇獸帶回來了 他今後就住在這裡好了好不好 還是我之後應該再蓋個更大的馬 結果直接來養他 雞蛇獸 好不管喔 然後我其實有查到就是 雞蛇獸他其實會掉一些 蠻稀有的東西 所以說我想要再去一趟莽源 然後刷一下喔 不過他那個機率真的還蠻低的 所以我可能就是要去刷一段時間喔 總之我們再去一趟莽源吧 為了我們重要的物資阿好不好 我一定要刷到一些比較有用的東西 觀眾我拿到 我拿到獨眼巨人的眼睛了欸等一下 我是沒有找到其他雞蛇獸阿 可是看到他是獨眼巨人就殺了 這可以幹嘛 可以 這好是虛弱效果阿 我是只要拿著就會了是不是 不懂 好啦我們稍微拿著啦 拿著一顆眼珠也好 他應該是只持有就可以了吧 還是我要戴在頭上不行 應該是持有就可以了 雞蛇獸怎麼那麼難刷阿 還是他其實是固定生成的 就是 跟九頭蛇一樣是有巢穴性的 他真的很少出欸 觀眾我打到第二隻獨眼巨人的東西阿 獨眼巨人頭骨 這可以幹嘛 我打到兩顆眼睛了啦 獨眼巨人的眼睛怎麼那麼好掉阿 虧他還是傳說武器 可是我找不到雞蛇獸阿 觀眾 哇觀眾這什麼東西 這好像是那個欸 等一下這是我想的嗎 這是 這是火龍草欸 等一下我連這種東西都找到了 我找不到雞蛇獸 這隻是母的還公的我其實不知道 可是我們應該可以打贏他 直接偷襲他 偷襲他 不管是母的或公的我們就直接把他殺掉 想不到這種峽谷裡面就看得到這種東西 那我們就直接在那邊卡到死 欸他衝上來了他衝上來了 該死了吧該死了吧 死 OK 欸等一下等一下聽聽聽 喔其實連他是公的還是母的我都不知道 喔他死掉會掉那個鑽石頭盔 看一下 耐久三火雲保護三其實不錯了 他有一本附魔書 不死四強力四很強欸 其實很強欸 喔可惜這一頭是公龍 公龍的話應該是不會掉蛋吧 不過沒關係我們還是查一下他的東西 啊公龍不會掉蛋是真的不會掉蛋 那我們就順便好不好把他的那個 箱子也開開 順便收集一下鐵嘛 各位看我在那邊收集一下鐵就六四個了 我們也是很需要鐵的嘛對不對 非常重要啊 哇等一下 這裡面有鑽石劍 欸為什麼火龍草裡面有鑽石劍啊冰龍草沒有啊 這還蠻奇怪的吧 在我來講他們不是對等的存在嗎 不過我就不拿了啦 因為鑽石劍對我來講沒有用 又是保護三的鑽灰欸 喔然後我又開到這個了 我的背包有點不夠用啊 我是不是應該裝一些什麼背包擴展模組吧 不然背包不夠用很煩欸 鑽石兄弟阿 這也太多奇葩的東西了吧 又是頭盔欸 這個為什麼這個箱子獎益那麼好啊 哇這什麼鬼 好啦那我就簡略的開了一下 應該是可以走了好不好 其實也沒有多少東西 然後我們依然沒找到雞蛇獸真的很難過啊 但是我們就直接回去好了 我現在是覺得在 莽園找雞蛇獸的那個機率太低了 哇那這什麼鬼 帶南瓜頭的蜘蛛騎士欸 為什麼我總是在騎過的地方特別幸運 好啦我們先回去了啦 可能我們之後改建小雞塔會比較好吧 就是等我上面那個養雞的空間 呃 夠多之後我們就可以讓一堆雞在下面生嘛 然後那個時候應該就可以產出很多腐敗的蛋 這時候我們獨眼巨人這個眼睛我們還沒有試過對不對 我等等可以帶去外面試試看 然後我們是不是沒有把這些頭骨拿出來放過啊 有觀眾說這個東西其實是可以放的喔 我們要不要稍微放一下 獨眼巨人頭骨 應該是可以放在地板上吧 唉唷 還蠻大顆的欸這個 阿阿五階龍的頭呢 喔五階龍的頭也是超級大欸 等一下等一下 我拿一到五階龍的頭出來放好了 阿我應該沒有一階啦應該是三四五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五階龍的頭這個是三階龍的 然後這個是四階龍的 然後這是冰龍喔 嗯好像其實差沒有多少欸 挖掉 可能我們之後可以找個空間擺這些頭吧 只是我目前不想擺 目前擺這個沒有意義阿 來來來來我們稍微測試一下這個獨眼圈眼睛阿 虛弱是什麼意思 你們這些蜘蛛要不要生給我啦 蜘蛛生一下吧 蜘蛛 摔掉 生一下吧 喔喔喔 我拿在手上 蜘蛛有虛弱嗎 虛弱會有粒子效果吧 嘖 這到底是到底是幹嘛用的 欸他有那個欸 耐久度欸 我點一下右鍵的時候它會Call是不是 還是怎樣 我其實不知道他們這樣是有虛弱的意思是不是 好像蠻廢的我覺得 我覺得不知道用來幹嘛的 等一下這到底是用來幹嘛的 不知道啊 所以說我們這個基石好像是真的不會下蛋 然後我們這裡的記憶其實也越來越多了 我可能就是真的在這邊掛網一段時間有沒有 欸你幹嘛你幹嘛 你在給我射什麼東西 射殭屍是不是 我可能就是會需要等這些雞有沒有 到時候多一點 然後就跟我之前講的一樣啊 讓下面這邊的雞變得很多之後 他就會藏一堆蛋 然後我就可以撿到很多 雞蛇獸我帶的吧 總之我應該會私底下過了一段蠻長的時間 好不好 過了一段蠻長的時間 下一集的開始應該就是 我把這邊改造完畢了 好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就差不多先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為甚麼 我這集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